恭喜两位是刚才赢下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能跟我们说一下刚才整场比赛的一个过程和主要赢的哪些地方吗 我觉得通过第一场比赛 首先我们两个对彼此还是建立了一定的信心 可能没打第一场之前这种不确定性 包括技战术套路不是特别明确 但是打完一场包括通过一些沟通 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能够去聊一些技战术 因为混双来说战术的这种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今天可能我觉得上场以后还是比较坚决的在执行战术 虽然第一局输了包括第四局也是落后 因为对方肯定也会打好球吧 所以我们两个我觉得今天还是比较坚定 那款曼怎么看两个人这场比赛的一个发挥 我觉得发挥的都还可以吧 两人比较相信对方 然后我自己这边五位数位比较少 然后就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压力吧 然后数少之后才能执行下去战术吧 就不管是前三板还是实力都发挥的还不错吧 我看到刚才你在说的时候 这个东哥是一直在点头啊 两个人是第一次搭档 能够我们的球迷介绍就是两个人搭档 这个比赛打法的一些特点吗 就是两个人配合的一些特点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就是我基本上就以控制 然后减少无计失误 然后给他创造机会吧 然后他拉出来机会 我再衔接一把 而东哥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他说这些已经说了很多了 再往下说就属于秘密了 所以也不太方便透露吧 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 其实因为赛场上这种比赛 包括比分都是动态的 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是选择 一个是坚定吧 我觉得今天这种做的 包括第一局落后 包括二比一领先第四局输回去 我觉得我们两个选择上 还是能够执行 然后信心上也是非常坚定的 我觉得今天这两点 做的还是不错的 其实两位第一次搭档 现在打了两场比赛 从这个结果来看 应该是非常好的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和感觉 会不会让两位 对这个两个人的搭档 有一些更好的期待呢 我觉得首先我跟凯曼 也是第一次配合了 然后第一次配合就能够打这种 国际比赛 包括在这种舞台上 包括在这样的场地里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 这种摸合配合肯定是有帮助的 因为在这样的场地能够调动的 可能把我们所有的能量都调动出来 然后能够超水平发挥的去 包括今天我觉得就是 我们两个都做到这种 可能发挥的非常好 才有可能能赢下来吧 所以我觉得其实后面的配合 我觉得包括明天的比赛吧 其实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够继续地 把自己去发挥出来 那凯曼怎么评价 这次比赛前两场球和冬哥的一个配合 我觉得配合的比我想象当中好很多 因为我双打之前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但是冬哥在旁边可能心定吧 然后技战术发挥的就是更从容一点 好的 谢谢两位 没有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各位 感谢观看